大家都比较关注的关心关注的行星探测方面 刚才张总和我也都分别介绍到 我们是准备在2025年的前后 也就十四五末左右 实施近地小行星的取样返回 和阻待会星的环绕探测 实现近地小行星的绕飞探测 附着和取样返回 2030年前后呢 实施火星取样返回任务 还将实施木星系的环绕探测 和行星探测任务